大家好,欢迎来到《唯独时光》,感谢您的收听。 本期为大家分享的是如风君的作品《老伴》。 星期集在诗中写《呼老伴供秋光》。 老伴就是那个和你一起走过春夏秋冬的人。 在这世上,父母会掀你而去,孩子会长大远走。 唯有老伴,一直陪你从青年飞扬岁月到暮年从容时光。 下面这八句大俗话,讲明了夫妻关系,说透了老来陪伴。 少年夫妻老来伴,婚姻是一场长炮。 年轻时夫妻结发,生儿育女。 有过争吵,闹过矛盾。 但再难也不离不弃,再苦也相扶相依。 一路同舟共济,当时光逝去,垂垂老矣。 子女们有自己的事业要做,小家要过。 从青丝到白头,时刻陪在自己身边虚寒温暖的, 始终只有老伴一人。 夕阳西夏,拉长的不只是携手散步的身影, 更有白头偕老的温暖眷勇。 金女银男,不如生铁老伴。 执金执银的儿女,也比不过生铁般的老伴。 无论西夏儿女多么宝贵,都没有老伴的贴心贴肺。 老伴是在你失意难受时,鼓励你,安慰你的人。 老伴是在你生病住院时,照顾你,守护你的人。 老伴是在你动怒不安时,包容你,理解你的人。 这辈子到头来,和你一起度过柴米油盐的消磨, 一起解决鸡毛蒜皮的琐事。 待你最亲,伴你终老的人,永远只有一个, 那就是你的老伴,你的枕边人。 老来多健忘,唯不忘相思。 时光不等人,岁月不饶人。 年岁渐长,记忆渐衰。 过往多少回忆都随风而逝。 但你我之间,那些相处的场景, 依旧历历在墨,留存心间。 初相识,常相守。 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恋, 也有过平平淡淡的情谊, 早已成为彼此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存在。 任沧海桑田,任人事变迁,永不褪色。 一日夫妻百日恩,百日夫妻四海深。 即便是半路夫妻,半生恩爱, 也强过满堂儿女。 儿女境遇再发达, 对父母再关心体贴,也是有限的。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要过, 不可能时时刻刻将父母放在心上。 而夫妻之间,互相照顾。 白日一起忙忙碌碌, 晚上也不必孤枕难眠。 心里不寂寞,身旁不孤独。 有人陪着说说话,聊聊天, 比什么都韵铁。 生为同事亲,死为同血沉。 古语有云,生则同亲,死则同血。 在这世间,没有比夫妻更亲密的关系。 生时与爱人同床共枕, 共享生活得点点滴滴。 死后,与老伴合葬长眠, 抵御黄泉的孤单冷清。 结发为夫妻,恩爱两不宜。 两人手挽手肩并肩, 一同度过漫长岁月。 穿破才是一, 到老才是七, 舍不得丢, 直到穿破, 才是真正喜欢的衣服。 白头到老, 不离不弃, 才是有情有义的贤妻。 时间最能看清一个人, 最能读懂一颗西。 嘴上说得再动听。 遇到大难临头飞的人, 不过是虚情假意。 风雨加深, 挫折满怀。 与你肝胆相照的人, 才是真心实意。 无论富裕或贫穷, 无论健康或疾病, 唯有老夫老妻, 直冷直热, 相守一生。 小两口加把戏, 老两口欧真气。 年轻的夫妻感情正浓, 爱恋正深。 半嘴吵闹, 不过是玩笑调剂。 长头吵架, 床尾和。 年老的两口, 激情退去, 一地鸡毛。 有点不合就容易上纲上线, 你看不惯我, 我受不了你。 人老了, 和老伴相依为命, 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距离, 保有基本的尊重。 别说过分的话, 别做越界的事, 相互包容理解, 少呕点气, 多点和气。 毕竟再好的关系, 也经不起透支消耗, 懂得珍惜, 学会感恩, 感情才会如美酒般, 愈发香蠢。 夫妻同苦共甘, 棒打鸳鸯不散。 俗话说, 酒肉朋友短, 患难夫妻长。 两个人相爱牵手一时容易, 相伴只手一生难得。 有的夫妻只能同甘, 不能共苦。 终将则散在喧嚣人海。 有的夫妻患难与共, 生死相依, 结下肝胆相躁的情意, 既承受得住岁月无情的变迁, 也抵挡得了风雨交加的苦难。 到老了, 更是谁也放不下谁, 谁也离不开谁, 你掺着我, 我扶着你。 一生老伴, 一生老伴, 于细水长流中 相濡以沫, 恩爱长长久久。 感谢您的收听, 欢迎大家关注我, 每天都会分享好文章。 我们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